包括這我們剛講謙虛了 包括了陳時嘛 這乃金 不過呢現在我們剛也列舉了 包括這些我們找到的過去 尤其在ECFA的部分 剛其實老師也提到 這過去呢是推動了整個反ECFA遊行 現在呢過去 其實我們這個之前也跟這個詩誠跟我們聊到 包括了他接受專訪的時候 這個說要延續馬總統兩岸政策 而且呢這個在訪歐的時候呢 這個他還說執政之後要重審ECFA 有沒有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呢現在講到陳時是不是 這個東西ECFA一定要先講清楚 蔡英文他的言語模糊 他不只是在ECFA的這個部分 而且他的立場前後搖擺不一 像剛才我們提到的 不管是核四的問題 國光石化的問題 ECFA的問題 他現在呢ECFA的問題呢 他既不敢說我上台之後呢 我們就廢除就停止ECFA 這才是應該是民進黨的立場不是嗎 但是呢蔡英文自從在這個雙英辯論之後 輸給了馬英九之後 整個民進黨在ECFA的氣勢上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弱了 而且呢再加上呢 現在開放這個陸客自由行 兩邊呢其實享受到了很多兩岸開放的好處 我們看到民進黨的縣市長這麼的積極的 想要去大陸招商 然後爭取大陸觀光客 你就知道這個蔡英文他在反ECFA這個部分上面呢 他是走不下去的 可是他又沒有辦法就是說 我現在要把他停止 那我也沒辦法說我要支持 所以他就一個很模糊的 什麼叫做重審ECFA 我覺得剛剛姚老師講的非常的對 就是是就是是 不是就說不是 我要就要 我不要就不要 但蔡英文呢從來不給大家一個很誠懇的答案 所以我覺得關鍵不是在說 我到底是不是謙虛 事實上我們知道這個過度的謙虛 有時候也是一種驕傲 那蔡英文呢 如果真的覺得他自己是一個謙虛的人 那現在要做個誠實的人 因為我在想他當時是因為陳菊說 很少看到這麼自信滿滿的這個蔡主席 所以蔡英文就講說 以前人家說我謙虛 現在我要做個誠實的人 他試圖用一些比較幽默的方式 來去處理這個問題 可是因為他的表情 他的神色看起來 因為不覺得他 不覺得他好像在幽默 不然就他講笑話太冷了 那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呢 他真的覺得他自己過去是謙虛 現在要做誠實的話 那我覺得他有點太自戀 我覺得對蔡英文來講 問題都不在這裡 再來他是 他是不是夠誠懇 他要不要很大膽的說出 他心裡真實的主張 而且他的前後立場不一致 也不止如此 包括就是說 他在我們李登輝提出來了 兩岸關係是特殊國與國關係之後 他的研究報告上面 不是寫得很清楚嗎 中華台北是我們加入國際組織的最好的一個名稱選擇 可是他現在在面對馬英九的時候他又說這個真喪權辱國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的問題真的不在他誠實或謙虛 在他的搖擺 對 而且對不起 我補充一下 剛剛老師說到做到 我覺得 講得很好 可是請問一下 他有說到做到 面對這個 這個陳文本的問題 是嚴肅面對 有沒有說到到 有 他說是不是對不對 那ECFA呢 不是現在能處理的 說到做到 那問題是他根本沒有講他要做的事情 你怎麼叫他說到做到呢 所以以前還在問題上面做文字遊戲 現在連問題都不提了 直接提人格特質 我誠實 我謙虛 越玩越離譜了 我覺得搞不懂我要怎麼分析 現在在分析蔡英文 我還是來了 我還是來了 不過剛才我們看到 東豪你這個 剛剛聽到的自戀這兩個字 反應蠻大的 怎麼解讀 你也這樣認同這樣的某種程度 自戀的這樣特質 會成為政治領袖的人 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自戀 那是自信的表現 適度是OK的 如果太超過就會適得其反 但是我們在看蔡英文的時候 因為剛才你在看法列了很多 過去民進黨執政的時候的政策 跟現在民進黨的主張 就不一樣嘛 蔡英文怎麼去回答 我媽想過了 一個蠻誠實的答案 叫做招令有錯 戲改又何妨 誠實吧 誠實 那也可以解釋 剛才的乃菁姐說 這個民進黨政策搖板 左右不定 或者是著視驚非的問題 反正招令有錯 戲改又何妨 她用很誠實的面對 那蔡英文本身 是不是一個誠實的人 我覺得不重要 因為我不相信政治人物 有百分之百的誠實 政治人物的誠實 是比例問題 為什麼 有時候涉及到個人隱私 個人問題的時候 你要誠實面對 高難度的 在吳淑貞 在陳宇敏身上 在很多政治人物身上 我們都看過類似的例子 但是她在講別人的時候 可以很誠實 所以政治人物的誠實 它是會 它是會因狀況而不同 那你整個在看蔡英文這件事情 他講過這句話的時候 我覺得最大的是一個後遺症 也就是說 可能對他幕後幫他操排 比如說像無乃人啊 這些有前選經驗的人 開始會緊張 為什麼 所有的人一定開始拿誠實這兩個字 從昨天開始檢驗蔡英文 從昨天開始 你就不要講錯一句不誠實的話 這是所有的你自己建立的一個最好的見法 因為在選舉過程中 你要誠實是何其困難 真的誠實是一個美的何其困難 比如說 在不分區的爭議裡面 從這個老科的爭議 到現在為止 蔡英文後來不講話 她曾經解釋過她的這個 不分區的名單的安排 為什麼是最好 為什麼考慮哪些問題 所謂的這個學界的 或者弱勢團體進來的人 要有所謂的政治處理的能力 可是什麼都講了 有幾個不講 一個是柯建銘的問題 一個是薛林的問題 那柯建銘跟薛林 在不分區裡面的重要性是什麼 在民進黨 這個所謂的現在要決定未來 那個你看到的是什麼 她不講 所以呢 不講就沒有不誠實的問題 可是當蔡英文講說 她要做一個誠實的人之後 所有的問題就會開始問蔡英文 這個問題你是怎麼看的 這時候你能不能誠實回答 你講出來的話 要能不能說服一般大眾 這個是檢驗的開始 這是檢驗的開始 蔡英文以前成不誠實 都已經過去了 可是從昨天開始 蔡英文的誠實問題 會成為一個大家檢驗 她的人格的標準 所以惠文你這麼認為嗎 現在講這句話 反而讓大家去檢驗 主持人我是這樣看 因為就是說 我說選票打開是雙英 是這個明年的投票 可是如果大家對這個雙英 都不是那麼滿意的時候 就變成說又要寒淚 寒笨 然後就眼睛閉起來隨便蓋 看蓋到誰 這樣的投票其實我個人 我是比較好 剛剛各位前輩講的也都對 可是如果你看友台 TVBS她上禮拜做的這個民調 蔡英文還是三十幾% 叫你貪家 叫你哭小 叫你修理 還是三十幾% 那是不錯 基本上也在 甚至在其他媒體做的民調 蔡英文還贏 什麼信心指數 什麼預設投票率 什麼未來試驗交易所 蔡英文不見得是輸 在這種情況下 你要去要求一個總統候選人說 那你們不幹什麼 我這樣我就四十幾%去了 我最近蔡英文講個話 我是比較在意說 他說他這個當了民進黨黨主席 民進黨本來負債一兩億的 結果他當黨主席就是把這個 負債缺口把它攤平掉了 就是都還債了 所以他覺得說如果他來當家 他可以勤儉持家 處理國債的問題 國債問題如果能處理 其實蔡英文應該去選美國總統 還有歐洲國家的總統 義大利也去 這種話他講得出來 那個已經不是謙虛跟誠實的問題了 那是一個非常離譜的說 我要來處理國債 那你憑什麼處理國債 你現在不是要處理民進黨的負債 民進黨負債一兩億 以你蔡英文家族的財力 叫你們哥哥出出來就處理掉了 可是你現在說好幾兆的錢 那怎麼處理你也沒講 如果你真的有辦法把國債 處理掉的話我真的呼籲大家 我們一定要投蔡英文 那不投你還對不起你 你有辦法處理國債 那你的方法結果什麼的 我是說如果我們真的要檢驗這個候選 他開了支票之後怎麼兌現 這我們比較關心 如果他能兌現的話我們投給他沒關係 如果只是隨便講一講的話 那當然我們要打文好了 我要接一下輝文剛才講到 因為還是回到那個誠實問題 就是說因為蔡英文 蔡英文講說他要勤儉持家 然後但是他在那個 他在那個屏東 他自己的故鄉東港裡面 第一次的國政說明會的時候呢 提出四大政策的方向 其中一個就是要建立社會安全制度 然後你要監權這個東西 監權這一塊 發展什麼戰力經濟這些 你要建立社會安全制度 以目前台灣現有的財務狀況來講 財政狀況來講 那你是不是要考慮加稅 那我是國民黨我一定追問說 你是不是要加稅 那你要不要誠實面對 那你又要勤儉持家 然後你又要建立一個 所謂的社會安全制度 更完善的社會安全制度 這兩個東西 在現有的財政狀況之下 你怎麼辦呢 你如何誠實面對 所以誠實面對呢 是一個重要問題 好不過呢 其實我們看到 小英主席呢 其實講到了包括了謙虛 包括誠實的問題之外 他也講到 他說其實這一次呢 包括這個大選 他覺得是決勝點 他提出三個地方 包括新北市 包括桃園 包括彰化 他覺得呢 這個如果民進黨 能夠贏的話 這次總統大選就贏定了 好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好 好